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那一開始先幫我們介紹這位作家吧 這位作家呢 可以說其實就是一個老學舊啦 但是他是一個很老頑童的人 我們在做這本書的時候呢 找了很多他的資料 發現他平常的形象 你很難想像他是一個教授 他會戴一種龜殼花的眼鏡啊 然後把他頭髮弄得爆炸頭的樣子 很另類就對了 很另類對 就是那他很老頑童 從他的這個書的內容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很喜歡開玩笑 然後怎麼說呢 就是很幽默的這種比調 不過有一點老派啦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他可能囉嗦了一點 但也許就是教授大概就是這樣子 老學者就對了 對 那也蠻受這個學生喜愛的 是是是 所以他本來的課程上 就常常會開這些哲學相關的 他在英國的這個哲學學術界的地位蠻崇高的 他是好幾個就是皇家學院公部門的主席 對 所以他對於哲學的普及的貢獻其實是蠻大的 嗯嗯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聊這個書的內容 總共有33則迷思 那每一則的迷思這個標題都非常聳動 所以就會讓你看得很想深入看下去 先跟我們講一下大概有哪一些這個標題 讓讓讓人家看起來這個比較比較會那個想要讀的 標題看起來比較比較聳動一點 對對對 因為他這個這個不曉得聽眾朋友有沒有看過一些 就是哲學普及的書啊 他其實都不是真的在研究哲學理論多麼深奧這樣 他會給你一些像是腦筋急轉彎這樣子的題目 比方說如果說今天你被綁在軌道上啊 然後火車要來啦 那你只要打開這個開關 他就會改變軌道你不會死 可是另外一邊有三個人會被撞死 那你到底要不去開那個開關 對對對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那在為了活命你會吃人嗎 這本書裡面其實光是書名你就看得出來 這也是個哲學難題 他原文的書名就是在談人肉為什麼不能吃 你可以吃豬可以吃雞 那為什麼不能吃人肉呢 那為什麼豬是食物可是狗卻是寵物呢 他在談到的就是這些東西 你會發現他其實有很多矛盾的一些問題在裡面 那很有名的案例就像是有些可能圖像式的 像一張圖他看起來像鴨子 可是有人會覺得他是兔子 因為鴨的嘴巴的樣子很像兔子耳朵這樣 兩個都很像就對了 就是你要從左邊看過來他是鴨子 右邊看過去他是兔子 那甚至這個題目都已經被畫成了很經典的童書了 那也是刺激小朋友去思考這樣 總之這裡面千奇百怪啊 你能夠想像到的這個問題喔 你大概想像不到他為什麼會問這樣的問題 對 有一些像是當然有一些法 還有一些是涉及到法律有關的 因為我們知道法律上面來講 你要在法庭上面辯論 有時候這個死的都要說成活的 那裡面他其實會給你就是正面反面 正面反面 許多不同的這個解答 有點像詭辯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 很多律師都會用這樣子 可以這麼說 但是他這本書他還是會回歸到一個道德層面上面來講 就是那個問題你看了以後你覺得好像很離經叛道 吃人肉這種的問題 可是他最後他都還是會回歸到我們一般人 現實生活中的那個普世價值 那種道德觀功德心之類的 他還是會奉勸大家不要太陷入這個迷思裡面 就是也許道理說得通 可是在道德上你就是不能做就對了 有有對確實是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做一個決定 但這個決定在現實生活中看起來是司空見慣的 他們用了一種比較聳動的方式去轉換它 那其實無非就是為了要引發大家的注意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很多篇章都提到 就是原本那個案例其實看起來很可怕 可是他會讓你換個角度想 這也許就只是你在搭捷運的時候 你看到不愛做沒有人做 你要不要做 那你做的地方不是不愛做 那你要不要讓位 其實好像變成其實只是這樣的小事而已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可是這個小事都引發你這個深入去思考的話 其實有時候真的蠻兩難的 這個很難決定 包括有一些這個迷思總共有33個 然後每一個都很精彩都很推薦給聽眾朋友 這本書這個當床頭書 每天晚上讀一則然後好好的思考一下你會很好睡 因為你可能會想不出答案 可能會睡不著 對 包括裡面有講到這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世界上有沒有聖誕好了 這樣子 好我們就來聊這個這本書名 你們既然會選書名就表示這一題很重要 為了活命你會吃人嗎 來幫我們聊這個章景 這邊我想先提一下 就是我們有一位這個推薦人推薦這本書 他其實有提到你怎麼閱讀這本書的方法 剛剛講到說睡覺前看一下會睡不著這樣子 他其實有給一個建議 就是你在看這篇文章的時候 其實你要去抓他到底要探討的那個核心問題是什麼 他其實都有寫到 那再來就是他會給很多答案 那你比較喜歡哪一種答案 這個其實是蠻主觀經驗的東西 然後你再去思考那個你不喜歡的答案 為什麼 所以他其實是真的就像是這個書 這個初衷就是他其實不是要給你什麼標準答案 他其實是要促進大家去思考 對其實是這樣 那剛剛主持人已經提到那個吃人這件事情 其實他一開始這個故事講的是你走進一個高級俱樂部 點餐 對點餐 然後菜單裡面竟然有這個人肉這件事情 對他就想說那如果說這個 如果說我變成是這個菜單裡面的這個料理 我要被抓去煮了 那該怎麼辦 那在我被吃掉之前 我是不是我可以先享受一下人肉的滋味這樣子 對這個很吊詭的這個情境 那其實帶到的問題就是 剛剛我們提到的就是 吃人肉到底有沒有錯 我肚子很餓我活不下去了 那沒有東西可以吃了怎麼辦 那如果說像是空難現場 我不得不吃 我不得不吃我非吃不可 我不吃的話我會餓死 像前一陣子有一部電影就是在談白經濟的 他裡面有提到說 這些人都還沒有到餓死的地步 但是我們要來投票表決 因為接下來沒有食物了 誰要先犧牲讓大家吃 看要誰死就好 對誰先死這樣子 那這個問題其實牽涉到 他其實提到的就是 等於說是一個道德困境 如果說你真的在那個境地裡面 你非得為了活命而不可的時候 你沒有別的選擇 你也只能吃人 對就是變成犧牲一個人大家救活 或者是全部都一起餓死這樣子 對那就是看這個 你的 你是不是故意做這件事情 他裡面有提到的這個故意這件事情 比方說 你是 你不是要 置他於死地 你跟他沒有仇 你只是為了存活 那也許他不是被你殺死的 他可能已經死掉了 先餓死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你吃他有沒有錯呢 好像就沒有錯 對 但你如果是跟他有深仇大恨 你的意圖就是我要置你於死 那這個就是犯了這個道德的困境了 可能你的動機就是 純粹是要去犯犯法的話 這樣就不對 他大概提到的一些這個提供大家參考的答案 就是包含在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面向 而且他還有一些假設的這個條件說 假如這個人是自願被吃 那其他的人有沒有道德的道德感 或是有沒有法力問題 如果是對方自願犧牲 因為確實我們看到有些新聞 真的有些人他可能患了一些病 他會想到自己被吃掉對不對 對對對 像這個你提到這個我就想起這個 有一部電影也是小說 叫香水 這個男主角他最後就是 他把那個有魔幻的這個力量的香水 倒在自己身上 然後他走向這個貧民窟 最後遊民就把他吃掉了 他自願 對啊 那這樣子這些遊民有錯嗎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也許這些人身陷於飢餓中已經是一輩子的事情 那有這個鮮肉走過來了 那你怎麼可能不吃 更何況他的那個小說裡面提到的是 這個是有神奇效果 對對對 魔法的 魔法的對 可是每隔幾年總會有一些瘋狂的經濟學家去講說 其實可以考慮吃人肉對不對 因為人類可能未來遇到一些災荒 所以我們可以吃到一些老人家 或是吃掉一些這個剛生出來的嬰兒這樣子 總是有一些瘋狂的一些想法 這個就是太超過的一個想法了 那在這本書裡面其實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思辨這些問題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是刺激你去想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可以 但現實當然不會這樣子 對啊 那你提到這個部分 其實現在很多人在提倡吃蟲 對 未來可能糧食飢荒 所以蟲是生長最快的 對 蛋白質很豐富 對 比起那個什麼牛肉啊 羊肉那個排放的那個碳排量 可能那個更經濟一點 確實是如此 不過他還有是有先假設一些前提 讓你去思考說假如這些人 他是這個意外死亡 對 或是這個生病死掉 我們再來吃的話 我們的道德感會不會比較低一點 就是會感覺說這樣子比較正當一點 不是吃正常健康的人 對 對他會提供各種情境 當然他一開始在出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會給一個最單純 你不要想太多的 對 他先用這樣的方法去刺激你思考 然後才一層一層下去 對 一層一層的給你各種不同的情境去 等於算是牽引你的思路 去觸碰任何一個點 然後這個你喜不喜歡 這樣子你OK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遊戲的書 而且我看這篇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說他有講到一段話說 假如這個真的可以的話 從此我們人跟人之間看的這個角度就不一樣 對 我可能就不是把你看成單純一個人 我會把你看成一塊肉 對 這有點像那個人魔了 對 就好像這個 男女之間有時候女生很漂亮 你就會對他充滿性幻想 對 可是如果你當有一天你可以吃他的話 你可能看他就不是那種幸運的 你可能就是一個美味大餐 對 那人跟人的關係就會這個變成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可怕的一個改變 是 這個相關的這個題目呢 他在另外一本書裡面有提到 對就是包括涉及到女性主義 女體物化的部分 他也有談到說你在看一個人的時候 你到底把他當成是什麼在看待 那以他們這些學者 當然還是以尊重人本人性為主 他就會回歸來回歸 回歸你應該要去尊重個人的意願 這樣子 對 你大概不太能夠把一個活生生走在路上的人 當成是食物 對 那可能就變成是心理變態了 所以這本書呢 這個其實答案就是讓你自己去思考 那結論是什麼 這個因人而異 讀者每個讀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這個 對作者來講他就丟出一個問題 然後假設很多情境很多條件讓你去思考 是 我們來講一個迷思很有意思叫做 何必跑英雄我跑贏你就好 這就是延伸一個笑話對不對 兩個人在跑 就有一個這個對前面說你幹嘛跑 我們兩個不可能跑英雄 我們就認命吧 結果跑在前面就回頭對他說我只要跑贏你就好 對 好像是由這個延伸出來 我跑贏你熊就吃你 我就有更多時間可以跑掉 對 他其實這個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意圖這件事情 就是說OK 他一開始講的這個故事是比較 比較這個可惡一點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丟下你的同伴呢 但是他其實就涉及了就是說 你們兩個有沒有仇啊 你是不是真的要置他於死啊 你只是為了生存 你只是為了活命而已 那你跑掉好像沒錯吧 他有一個至關怎麼講 關鍵 關鍵就是 你只是跑贏他而已好像沒問題 那萬一今天你是絆倒他呢 那個就是變加工了 對就是明明你也已經跑不過我了 然後你就會被熊逮到了 我還落井下石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更可惡一點 那我沒有絆倒你啊 我們只是公平競爭而已 那你跑輸了你被熊吃掉 好像也只是剛好而已吧 對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他會 他後面其實設定了很多種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一層一層又一層的 在講說 這兩個人在跟熊跑步的那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有千奇百怪 各種不同的超展開 對 包括剛剛提到的半島他啊 或是把他推向熊啊 或者是 其實可能他講完這句話以後 沒有想到其實他跑的比較 反而是比較慢的 對或者是熊跑的實在太快了 你們兩個都逃不掉 對 都是有各種可能在裡面 所以這樣討論的這個目的就是說 只要你是這個沒有 所謂的這個 另類的一個企圖的話 基本上在道德上或法律上 我們都允許的就是 因為你為了要活命 當然只好拼命跑 所以你沒有時間 或沒有這個辦法去考慮另外一個 跑得慢他會被吃掉這個問題對不對 對啊 他其實書裡面有提到一個 就是所謂道德指標 對啊就是 我並沒有做出任何落井下石的 對我們是一起跑的 只是我跑得比你快 對那好像你活該 為什麼你跑比較慢這種感覺 對這好像是一個底線了 就是說你如果能夠伸出援手 去救你的同伴的話 那就是情操比較偉大 其實是這樣 但是你不救他 好像剛好在那個及格的分數上面這樣子 其實這個好像就有點像這個火災現場 如果只有一個出入口的話 大家一定都往那個出入口去擠 那很自然也許你要擠出去 你就可能踹掉別人了 是有可能 可是在那個當下 你也許是無意識的去踹 你並不是刻意去踢別人對不對 確實是這樣 但是有些人可能說會故意去把別人踢 所以這個好像起心動力 就差異 所謂的這個你到底是主觀的 或者是被動的這樣子 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就是 他不是二元對立的 你不能太單純的去看他的行為 就是不能是因為他把他推開了 或可能他就是他就是二人 也許他家裡面還有很多人等著他照顧 他要一掛你可能後面有各種社會問題 這些東西就是他你在單純的情境下 無法觸及的部分 就是人性其實非常複雜 應該可以這樣子去解釋他 所以很多這個所謂的災難片 為什麼會把很多時間花在這個人性的一個改變 跟這個思考上這樣 絕對不是那麼單純 就奪門而出然後就結束了 是那種天人交戰 像蝙蝠俠的電影裡面 其實就有那個最近很紅的那個小丑 以前的那一部小丑就做了一個實驗 兩艘船一邊是平民 一邊是罪犯 然後他們都有那個遙控器 遙控對方的炸彈 對可以遙控對方的炸彈 那最後考驗這個人性 到底會選擇你要炸掉對方 然後自己活還是怎麼樣 因為你不按的話可能對方會按 所以那個就天人交戰這樣 對但那部電影給了一個 道德很崇高的結果 兩邊都沒有按那個炸彈 這個是最完美的結局 可是通常這個也很像 這個兩個犯人個別被關起來 然後這個好像這個 當警方在審問的時候 如果你不出賣他 你可能就會被他出賣對不對 對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要隔離就是這樣子 對 個別突破心防 這個案例其實在書裡面 好像是另外一本書 也有提到類似的故事 其實就是一個禁和 對 如果你兩個都不承認 可能兩個都無罪 對 只要有一個人承認 另外一個就被關更重 關鍵就是在於說 他對於另外一方的信任感這件事情 那通常人性會比較偏向是 比較不信任 比較權儒主義一點 所以通常都是會趕快出賣對方就對了 對 所以最後是兩個都被判刑 對 那還有一個是迷思9 這個人體素描模特 藝術建廠或者是欲望投射 來幫我們講 這個當我們在畫一個裸體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藝術的角度還是欲望 對 這個其實核心也在於你的意圖 對 因為他會告訴你說 那一幅畫擺在那邊 其實他本身是中性的 他沒有任何要色情 或是要藝術的意圖在裡面 他就是一個客觀的物件 那你看到他你有什麼感覺 其實是你自己主觀的意識 對 那這個東西很妙是 他在講那個裸體畫之前 他有講另外一個小故事 他提到的是 有個人想要去偷珠寶 嗯 然後他盤在那個大樓外面 吊在貨 對 結果呢 人家看到他就 他就假裝在擦窗戶 對 那看到他的人以為 他是洗窗戶的工人 對 然後他這邊也提到說 他被看到那一刻 他真的在洗窗戶啊 對 所以他到底是洗窗戶的工人 還是盜賊呢 那一樣就是 進一步他就開始講到 就是說今天有一個裸體的畫像 有一個雕像在那裡 對 那有人看了他 有顯眼 有人看了他 絕對是藝術品 對 那你如果要把他當成是這個 色情的東西 然後去攻擊他 你好像反而會 怎麼說呢 就是 你自己心裡面的意圖 就認定他是色情了 然後你來攻擊他 那好像是你自己的初衷就有問題了 而不是這個物件本身 他在散發什麼訊息 這個就跟我們講蘇東波跟佛運的故事一樣 對 一個看成佛一個看成大便一樣 心裡面看是什麼 你看到就是什麼 對 你心裡面如果是排泄物的話 那你看到什麼 你都會覺得是排泄物 對 他在講的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就是純粹你個人的投射就對 對 你很難去區別 然後他也做了一個轉折 就告訴你說 你如果真的有慾望 其實也沒什麼 人本來就有慾望 對 這個只是說你看待他的時候 你的態度如何 是 所以這本書雖然這個看起來很輕薄 但是裡面有33個迷思 這個每一個迷思都可以讓你這個思考 很長很長的一個時間 到最後可能 你今天答案跟明天看的答案 也許可能還不一樣對不對 有可能 因為可能你個人經歷過一些事情 你可能這個方向角度 這個面向就不一樣 不過這個作者彼得凱夫 他還是在每一篇的最後 都還是會回歸到世俗價值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還是公德心 還是道德的那個底線 他是持守在那裡 就是不會讓你走火入魔 對 他要真的 因為這個書養出什麼 社會上的連續殺人犯 也不是他的處中 所以這本書很值得推薦給我們的聽眾朋友 好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副總編輯 曹仲陽為大家介紹 為了活命你會吃人嗎 這本書是伊利蟲書館出版 好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大家